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年 小月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洋人用大象 拖来了一块巨石 来找镇长 为什么不把石头拉到咱们这儿来 说是要和镇长商量着要 要什么来着 对 公开拍卖 亲信 我倒要去看看 大家里边请 里边请 请 各位各位 今天让你们开一开眼 好石头啊 好宝贝啊 天呐没见过这么好的石头 好宝贝 今天我将某掠备佛酒 请这位自缅甸远道而来的 英国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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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D.O.C.D.O.C. D.O.C.公司的丹尼尔先生 与大家见面 诸位刚才已经看到了 丹尼尔先生带来的这块毛玉 真称得上是旷世奇石啊 是啊 我懂了 你们这里的人都非常讲究面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丹尼尔先生 算了吧 先生 这不是面子 是生意 做生意要讲究公平 你懂吗 拍卖 拍卖最公平 无论谁只要出的价钱最高 就可以成为这块玉石的猪人 可我们有我们的规矩 丹尼尔先生 给我们带来了欧风细雨啊 是姜某受益匪浅 不过丹尼尔先生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入乡随俗 不妨抛砖引玉 你先开个价 八十万 八十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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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我直言 这价钱恐怕还请丹尼尔先生 不拍卖 这是我的起价 这个价钱已经很低了 不能再低了 我知道你们这里有许多商号 比如花生号 青龙号 鞠宝号 鞠宝号 不过我听说 好像最大的是宝龙号 看来我是听错了 世界上最大的玉石 应当属于大影帝国 所以我只好把它运回国去了 抱歉先生们 我累了 拜拜 慢着 哎 我们两个大老远跑到这儿来 就是让我看这只翡翠鸟 对啊 这只翡翠鸟 像你一样漂亮 月月 我在佛祖面前许了月 把这个翡翠鸟送给你 让你永远带着它 象征着咱俩 永远不离不弃 翠鸟 翠鸟 你放心 我会一直带着它 除非我不在了 不许你这样说 今天见你至此便妄自称大 弃始已止 仿佛不按你的规矩办 我们小岳城 就没有公平之道了 不按你的规矩办 我们这五百年的陈年老九刚 就连你这么一块石头都承不下了 哎呀妈 这块石头里面 有货没货 是绿是白 难道我爹心里会没输 我真怕你爹 心高气傲 不加思量 当着那么多的人 心口一热就 妈 放心吧 不是翠萍他爹也在场吗 你爹自年轻时 就爱争强赌胜 到老了非但没有收敛 性格反而愈加像个孩子 是 就凭你这点见识 也敢跑到玉石行里混饭吗 你 你 大女儿先生 坐 坐 坐 江阵长 老夫今天有点累了 就先行告退了 庄老板 庄老板 镇长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这生意做事不做 龙侠兄 你先别 这块石头不就八十万吗 我要了 不过 龟侠还得照我们小月城的办 这钱呢 我先付你一半 另一半 以碧号的产业作压 一月之内给你付钱 各位同仁相党 感谢诸位鼎力支持 来供赫我保龙们 开此聚食之喜 各位同仁相党 感谢诸位鼎力支持 来恭贺我保龙号 开此巨石之喜 把你爹给齐的 阮玉 你来的是时候 看你流的这一头汗 正好时辰刚刚才到 阿帅 快给他端盆水静静手 妈 不用洗了 还是先开玉吧 要不该误时辰了 阮玉 你看看这块巨石 它在地下凝结了千载 造化了万年 它采岁月珠姬 挤天地精华 只可惜呀 它今天就要分身碎骨了 那么静守焚香 这不光是几百年来的老规矩 同时也是我们做玉石行的 应尽道德 来 我明白了 爹 请不吝点赞 是 幸福 全然能看pt 希望你 吃个нет 看看 儿子 随我来 是 爹 儿子 拿着 爹爹今天要亲自为你劫彩 你来看狱 任狱 爹 爹 亲家 龙翔秋 龙翔秋 钟老板 老爷 钟老板 龙翔秋 爹 钟老板 老爷 爹 钟老板 老爷 龙翔秋 爹 先生 我来 您看他这个 他是沉急崩发 重症难反啊 爹 爹 妈 我爹醒了 龙翔秋 龙翔秋 光大 这次 我丢尽了人 真后悔当时没听见你的话 现在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 是 是 人羽 和 和 崔萍 这两个孩子 你放心吧 两个孩子的亲事 我们来张罗 嗯 你好好养病 等你病好了 这家业 你一定能 嗯 命远 命远啊 在咱玉石行里的人 从来都是把命和云 拴在一块骨 嗯 我现在 把云术给堵光了 爹 您别这么说 你一定会没事的 傻孩子 你记住 几走一方 穷走长 淳于啊 你已经是个成人了 今天 我要你开这块石头 开出来 不管是旅是白 是心是白 对 我就是要让你明白 今天 你连这么大的石头 都开过了 今后 无论再有什么石 就都不在花下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爹 人羽啊 我输在了一个养鬼子的手里 丢了咱小月城的脸面 回了咱们保隆号的招牌 瑞宇 我 我的儿啊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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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龙翔 龙翔修 爹 龙翔修 周大哥 爹 龙翔修 什么 他死了 是 死了 去去去去 是 干什么去啊 黑哥 我要找江镇长是有急事 我们家老爷这 小找什么呀 这是镇公所 是你这等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吗 滚 滚啊 呸 狗掌人士 我追了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我俩的生意是不理契约的 你懂吗 心中有数 懂懂懂 我俩都是兄弟了 不还信过你吗 那好 说定了 你很精明江先生 哪里哪里 你用一块丸石不费吹灰之力 就推倒了保隆号这棵大树 这才是大手笔啊 不不不不不 这次你出某话策 我只是一己行事而已 不知那个可怜的钟老板 升天之后还能盛气凌人吗 按你的说法 我俩要发了是吧 发了发了 一路顺风啊 我就是要发个狗 发个狗 江云药 我们家老爷 我们家老爷 是被你和那个小羊鬼子给害死的 你等着 阿隽 阿隽 来人哪 来人 快 快 给我追 追 追谁啊 笨蛋呀 追你那个活祖东阿隽啊 快追追 这边这边这边 站住 站住 坏了坏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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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老爷是被江云药 和那个牙鬼子 攻击给害死的 是我亲耳听到的 走 找他们算账去 算账去 追 追 追他们个鬼啊 够东去 说鬼鬼就到了 送上门来了 够东去 江云药 你出来 这人还小心啊 这人 你们干什么 来人哪 怎么回事 快快快 杨人呢 杨人 走了 少爷 别再听他装算了 咱跟他拼了 好 拼了 改上 你抓住他们 快躲下子三棍子 少爷快走啊 别管我 放开我 少爷走啊 你走上门来找死 就不要怪我 快跑 还有枪 少爷快走啊 江云药子的王夸当 安住他 安住他 少爷 给我耿好了 快给我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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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呢 快跟上 站住 快 别跑 快 让他跑了 快点快点 别让他跑了 我姜某回官一方 肩负着整肃教化之责 领郎犯下如此重罪 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你还要葫芦嘴上抹蜂蜜吗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呢 莫非要斩尽杀绝 林太太啊 你这话是何用意 你心里清楚 江阵长 父道人家的话 您不必放在心上 看在从钟老板 多年交情的份上 我求求您 放过润玉和阿顺这一回吧 好好好 那就看在林会长的面子上 等润玉回来 你们带她来自首 你说 我的儿子呢 钟太太 我不知 阵长 阵长 怎么 钟少爷没请回来 身上身下 狗里狗外 我全找了 连个尸首我也没有见到啊 闭嘴 什么尸首尸首的 不 不是您说的吗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你去 混合 江阵阳 你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放手 放手 你一向我要人 我跟谁要去啊 介绍一下 你放手 我就跟你要 你给我放手吧你 阵长 你这个老婆子 也要造反不是 你们娘俩 殴打政府官员 这不是造反吗 走 老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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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 师父 师父 哦 阿弥陀佛 小姐 王妈 你看 信 你 快快 别让他跑了 快 跟上 跟上 快 孙子萍 如鱼 快 快 别让他跑了 快 快 快 跟上 快 快点 快点 跟上 哥 来 来 阿弥陀佛 师父 奉恶因果 自有定解 但 结束未到 趟若火中取栗 此非智者所为 医僧恳请华主 散必为好 快 快 快快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 开门 快 快开门 快开门 我弥陀佛 站住 站住 他们追来了 站住 站住 快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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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崔平 快点快点 崔平 追 崔平啊 崔平 不必 谢谢你 斩利儿 别客气 这是你应得的忙 可我不知道 那块石头你让我那样做 你究竟干了什么 你只许记住 此时绝不能告诉别人 要不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但我清楚 花雪之时是为人类造福的 但对那些不懂科学又傲慢 仅凭严谨判断就完育了那些中国人 让他们付出代价是公平的 我逃了出来 但举目无亲 为了事后报仇雪耻 我苟且偷生 流落他乡 苏星 一路上 总有好人相助 为野人耳目 我换上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 并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 阿明 又不知走了多少时日 冥冥之中 父亲直因我来到了 曾使他贫穷的命运 发生过转折的地方 翠谷 你记住 急走一方 穷走长 我终蕊姬来了 慢点 慢点 你怎么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别慌 抓紧枪绳 快停下 快停下 先生 您醒醒 您醒醒 对不起 您醒醒 先生 先生 自古相遇时宝 就是男人的事 咱们女人的本分 就是师奉公婆 相夫教子 你说你怎么能 崔萍啊 你钟伯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润玉又流落在外 音讯全无 爹知道你心里难过 想他 爹 你跟妈 这两天都为我担心 替我着急 我都知道 所以我不能这样干等下去 我要做点什么 只有这样 等润玉回来的时候 我才能够跟他一起 重振家业 有什么话 跟你爹说 你爹他会帮你的 爹 你答应我 好吗 孩子 先去休息吧 明天早上 爹 爹收你做徒弟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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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你是谁 先生 你好些了吗 老狠 你快来 他醒了 他终于醒了 快拿杯水来 女儿家学起了香玉 林会长真是开了天荒了 怎么 女儿家就不能学香玉了吗 不不不 要学还要学好 你们这是什么店 这么大一块玉才卖五十块钱 你们没饭吃了吧 黑店混不下去了是不是 这位老板 这位老板 老板 您看这个 袁老板 这是您新进的宝运吗 这个 你看 我求个什么钱好 我爹是本镇父母官 这当官了吧 就有了财了 官运和财运呢 我就不求了 省得和他老人家相冲 你就帮我求个桃花运吧 我倒想看看我姜依兰 在这个翡翠之都里 能不能找到一个 这天底下人世间 独一无二 举世无双的 师父 您好 佛弥陀佛 神雷 还没败呢 师父 她是谁呀 阿弥陀佛 施主 请 我看这块玉成色不形 也就值三十块钱吧 那我就先走了 好 老板 老板 这是谁家的姑娘 这是林魁长的千金 老板 你的东西忘了 怎么一眨眼 就没了呢 好 蛋清 清水 紫水 紫水 浑水 浑水 先生 你找我啊 有事吗 我 是不是那块玉璧的事啊 先生 我这 我也是才学相遇不久 说得不一定准 您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对 可以再找袁老板 商量商量好吗 花呢 我真笨哪 我 去年 我妈妈生病死了 就剩下了我 亲戚们虽然照顾我 但毕竟那不是我的家 我爸爸一个人在这儿几年了 他很孤独 所以我就来了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原来你们西洋人和我们一样 也是挤走一方 穷走敞啊 什么 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老话 意思是 到这里来挖宝石的人 不是因为家里很穷 就是因为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 真有意思 如果我是因为穷来到这里 那么你呢 阿明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 洛四爷 来这里开矿的英国人 是不是很多呢 我不清楚 反正我爸爸有一座很大的矿山 山上有很多干活的工人 而且我爸爸打算 发展到小月城去 对了 阿明你从中国来 你知道小月城吗 知道 我爸爸派了人去小月城 跟那儿最大的浴室行 保龙号做生意 如果合作顺利 也许 过些时候我也要到那里去呢 阿明 我可以让爸爸请你一起去 你可以做我的向导 阿明 阿明 你怎么了 马汉 这是莱尔克小姐给你准备的 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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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问 莱尔克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我是这里的仆人 除了他们吩咐的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朋友 不过 不过我要告诉你 翠谷这里的人 就像这矿山的石头 他既可以给你带来运气 也可以给你带来灾祸 我只是想提醒你 说话 做事 多留点神 你是谁 你是谁 到我家里干什么 是他 我 等朕见到莱雅卡的时候 我意识到 仇人就在眼前 爸爸 哦 罗西 哦 爸爸 你搞回来了 你好 亲爱的 我的女儿 这些日子生活还习惯吗 哦 等等 爸爸 我要先跟你说一件事 老天居然这样安排 让我和他再次相见 难道这是 特意给我报仇雪耻的机会吗 那天起码 要不是他 我就 哦 哦 哦 谢谢你 年轻人 啊 阿民 我爸爸在和您握手呢 爸爸 可能是东方人 不习惯和陌生人握手 哦 是的 也许是 但是年轻人 我想让你知道 我非常感激你 你救了 我女儿的命 就是救了我的命 再次谢谢你 我会报答你的 怎么了 年轻人 你在发抖 你不舒服 爸爸 这 也许阿民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你呀 这 哼 拉卡 把马牵到马旁去 爸爸 拉雅卡先生 你听着 我不需要你的报答 可你做过的事情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会让你明白 报答的含义的 今天不是为了罗斯 怎么会这么便宜你 但是 我还要感谢老天这样的安排 你说什么 莫名其妙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会再见面的 爸爸 你怎么能 爸爸 阿民 Lucy 你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爸派了人去小岳城 跟那儿最大的御师行 保龙号做生意 如果合作顺利 也许过些时候 我也要去那里呢 阿民 我可以让爸爸跟您一起去 也可以做我的向导 翠萍 你看这座山 像不像一块大玉 挺像的 这香玉呀 就好比看这座山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同的人 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德行 看上去才分出了美丑 才诱发了善恶 才有贵贱之别呀 老话说 君子无故 玉不离身 没有这修身养性的功夫 这玉呀 是香不到家的 明白吗 快点干活 老板 您找我来有事 对 是有事 这个地牙契约 你怎么解释 这群混蛋 我在问你是怎么回事 尼克 对不起老板 当时我确实对您 阴满了这些 尼克 我派你去和保龙号谈合作 拿我们的筐石 和他们的玉石夹拱配套 是天作之合 而且 孤分制对双方是互利的 但我并没有让你 用我们的矿山做抵押 是他们拴了阴谋 我们采用了保龙号的商标 合作期内付不了货 人家就踢出来 佩服不起 又必须以矿山做抵押 而我当时 什么 当时我并没有答应他们 他们就用刀夹在我脖子上 逼着我前 什么 用刀逼着呢 是的 用刀 我知道这样做不够一个男子汉的作为 天哪 也辜负了 您对我的信任 可当时那种情况让我 阴蛮人 嗯 蓝海 你肯定知道阿密和罗西是什么关系吧 对 我知道 但是 什么 我不能说 混蛋 你等着瞧 是 我 我看上你了 我就看上你了 没你不撑 我 我睡不着觉 我睡不下饭 我要 我要把你许进门 我睡不下饭 我睡不着觉 我要把你许进门 我 罗姓 你是我的朋友 但你的父亲却是我的仇人 一边是友情 一边是天理公道 看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没办法 为了我死去的父母 为了等待我的翠萍 我只能这么做了 不然我永远不能安宁 对不起了 洛西 这样一乱 我们以后再也不能见命了 贵蛋 果然是你 快把这小子弄到矿山去 快点儿 好嘞 快点快点儿 我召唤你这个家伙心怀不轨 快点儿 是谁 你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这么认识洛西的 我懒得跟你这种混蛋废话 你今晚拿着刀到这干什么来了 你要想活下去就得告诉我你是谁 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能说实话 你来这里的目的 我弄清了 我就放了你 否则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们这些狼狈为奸的羊杂种 看来你嘴很硬 我看出来了你确实不想活了 你还算人 像你这样活着 真不如去死 你这个混蛋 我说惯了 你不告诉我真相 我就杀了你 再不老实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什么 翠萍 我看何事 江鱼杨 你做梦吧你 凡事 总有个商量吧 商量 这叫强人所难 我这个儿子 什么地方都不随我 可有一点 我们爷俩很像 就是认准的事情啊 那就去办 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他们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和 等他们成了金 咱们就把这保龙号啊 交给他们小两口经营 过个一年两载 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 江云耀 你真行 编故事都编到梦里来了 我告诉你 我们翠萍就是替润 守一辈子活寡 也不会到你这黑窝子里来 没关系 你们回去慢慢地商量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们能商量得通 我等着 送客 我们走 走 妈 你 你 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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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什么呢 你别怕 我是在这儿矿场干活的 姑娘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姑娘 我是被丹尼尔他们关在这儿的 丹尼尔 你是说跨上那个总管 丹尼尔 对 就是那个混蛋 姑娘 姑娘 你能帮我逃出去吗 可 要是被他发现了 非得把我 姑娘 求求你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我必须出去 我不能死啊 我不是坏人 姑娘 求求你 救救我啊 你一定要弄清 这小子的脖子上 挂着个翡翠鸟 江先生 还真让你说着了 他现在正撞进我王里了 我回去把他押过来 别 我想 趁这小子 还蒙在鼓里 你就先做掉他 斩造出根 对 可是这个脚链子我打不开啊 没用的 这么错的肚子 这么砸哪儿行啊 我再试试 你先别急 咱们得想办法 把你这链子砸开 要不然 你带着链子怎么跑啊 姑娘 只要 你能帮我逃出去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你先吃点东西 我去想办法 找个锤来 小心点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就你 还想救人 不关他的事 至少跟他没关系 拉罕 快救我 拉罕 拉罕真的是你啊 你还活着啊 玛丽 是我是我呀 怎么会在这儿碰到你 玛丽 真是太巧了 是啊是啊 你找仇人报仇 寨子里的人都认为 你肯定回不来了 没那么便宜 以为我死了 害死你阿姐的仇人 还没有找到 害死你阿姐的仇人 还没有找到 我怎么能死呢 哎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 她是我姬妹 这个人是丹尼尔养的狗 我听见她和另一个保镖说 他们要到工地小木屋看一下 关着的那个外向人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没想到 我在这儿不但见到了你 还碰上了玛丽 多亏老天指引啊 那天看见你生气地走了 怎么会被关在这儿 我是被 丹尼尔他们关在这儿的 不是你和玛丽的出现 我还真不知道会怎样 真是感谢你们了 我感觉 你是个好人 那天七分离开 一定有原因 你走后 洛西小姐很不安 四处找你 我太感谢了 上工和拉罕 快啊 快求她离开这里 要是让你监工的汗 你全完了 快 拉喊 拉喊 快 来得及了 快呀 安眠 玛丽 你们动快点 好 这两天 洛西让我一定找到你 想不到丹尼尔被着老爷和洛西 把你害成这样 来 我去找洛西 一定让他把你从这儿救出去 拉喊 不行 我不能让他救我 你听我的 现在只能这么办 不管 是什么原因 现在能把你活着救出去的 只有洛西了 拉喊 我求你 答应我 千万别去找他 可这是为什么呀 我现在也无法面对洛西了 岳一我以后会告诉你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朋友 善是善 恶是恶 大家 心里都明白 玛丽 你照顾好她 我先去探听消息 阿民 你忍着点 快给前面呢 快追 糟了 他们来了 咱们快走 快 阿民 快走 你先走 别管我 你拿着这个 让我先把他们引开 你把脚料砸开 就往山沟里跑 不 你不能啊 站住 快给前面呢 快 快追 快跑了 不要跑 再不再给我开枪了 老天啊 真是奇迹 这么大一块玉石 竟在我亡命天涯的时候 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来您要把价值连城的财富 故意上资给我 让我转运吧 怎么 这么多天过去了 你就连他 一点消息都没打听到吗 拉罕 是啊 我也很着急 怎么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你放心 明天一早我接着去找 再也找不到他 我就不回来见你 难道他和我父亲发生过什么 你 还拉罕 你说他究竟是什么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明白吗 这 这我搞不清楚 也莫名其妙 但我想这里边一定 有什么原因吧 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 能让他连和我解释一下都没有 嗯 这难道不让人费解吗 也许啊 你说呢 这正是原因 该死的蠢货 他到底逃到哪儿去了 还不快去给我找回来 快去 是 他可是个重要的人 发找不回来要你们的命 快快 快 快 拉罕 只能当是王家的宝龙好 钱多得花也花不完 足够 一个大家族用上三代的 这巨大的财富和风光的背后 却是我爹今年累月 辛辛苦苦 花了十五年的时间 又挖到了几块石头起家 又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经过多少风风举举 三起三落 才拼出来的 可就因为拉尔港 和那个新疆的混蛋 转眼之间 不光让我爹和我娘 暴死于街头 而且 把我爹一生的心血 化成了泡影 拉罕 这就是我不再见罗西的原因 瑞宇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你这血海神仇 苍天作证 如你报不成 这个仇由我拉罕替你来报 不 这个仇由我一定要亲自保 你看看这些玉石 它是上天的旨意 你为什么瞒着我 这样做值得吗 难道 非得毁容破相才能报仇吗 我主意已定 为了尽快实现我的复仇计划 即使再毁容十次 我也在所不惜 因为 他想赶柴烈火 时刻烧着我 那 以后我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没想好 但我必须 必须什么 瑞宇 我听你的 血债 一定要血来尝 为了复仇 我在脸上慧容 留下了刀把 一位假冒大英帝国 华裔的爵也出现了 自此 一个复仇计划 秘密地拉开了序幕 前段时间 派到九月城 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好 拉罕 我能大难不思有今天 多亏了你和玛丽 这次你亲自去 不能暴露了真实身份 对那个江云耀 你更要防范 我会等心的 并按你说的 把丰盛先放出去 记住了 到了小月城 还是先见袁老板等人 把我们的玉石钱拿到手 并告诉他们 我们的家的爵爷 要在小月城 建最大的玉石商行 我知道 你就说 爵爷听过保龙号的事 对保龙号的商标 颇感兴趣 记住 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翠萍那边 你只需暗中关注 先不要跟他们联系 放心 还有您说的那个 阿顺 怎么样了 袁老板 阿康总管 我把爵爷的银票 给你带来了 嗯 这件事多亏了您的帮忙 放心 爵爷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 来的 真是时候 丹尼儿漂亮 好 上你买酒喝 谢谢镇长 好 怎么着 这是个啥物件 物件 这物件 对我们不同寻查 有了这东西 今后我们的事 就好办了 那 你还不快去跟我提亲 要不然 你今后 就什么也别想干了 什么 你说我们家少爷他 你死了 不可能 我们家少爷临走时 跟我说了 让我一定活着等他回来 就是为等他 我 我装缝卖傻地这样活下来 他 他 他怎么会陷 这绝不可能 阿顺 快三年了 他的确不在了 以后忠家的仇 就靠你报了 我豁出来了 我会想办法让你逃出去 你要替忠家和小月城 讨回这个公道 是 我记住了 好 今天后半夜是我当职 我找个机会放你出去 谢谢大叔 爸 爸 今后一定要小心啊 李会长啊 两个孩子的亲事考虑好了吗 我一番苦心可是为两个孩子着想 怎么样 希望你们也考虑清楚啊 爹 你放心 我谁也不嫁 就等瑞宇回来 崔萍姑娘 这份彩礼 是专门从翠谷给你逃换来的 总的来说 礼清 情义重啊 喜欢就留下吧 好 那我就告辞了 江云药 你 爹 爹 爹 你 你这是 是 任玉 任玉 崔萍 崔萍 巫儿 崔萍 你放心 我会一直带着他 除非我不在了 任玉我随你去 崔萍 不要 你不能啊 翠平 你为什么要这样 能不能告诉我 我爹到底对你们做了什么 你不能这样去死 你放开我 我一定要能明白 为你讨回公道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很爱你 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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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平啊 你怎么能走这一步啊 爹 你杀死我了 好了 孩子 没事了 翠平 谢谢你 你救了他 林会长 我在此求你 答应我 翠平 说吧 翠平 蓝天 蓝天 你家的宝龙号 陷落在江云药手中 我决不甘心 但知道了你的不幸离去 却使我万念俱灰 内心已死 之所以还要勾胜 就是想为你一家 讨回天理公道 寻找一切可能时机 都会保隆好 只为权一己 我别无选择地 虚映了和江一兰的婚事 作为实现我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若你和钟伯伯 钟伯伯全下有之 就请保佑我 为你们做成这件事吧 昔日兴隆昌盛的宝龙号 如今已破败尘封 父亲母亲 你们在天上看见了吗 儿子 我回来了 请安老不要再伤心 儿子自回来 是保咱家血海深仇 请安老 在九泉之下保佑我 看着我 重振咱保龙号的一天吧 军爷 您来了 都安排好了吗 万事俱备 志欠东风 好 很好 请 您好啊 爵爷 您今天大驾光临 使我这里蓬壁生辉啊 你是老板吧 是是是 这么大的场面 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是一点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请你收下 爵爷 谢谢谢谢 太谢谢您了 房间准备好了吗 爵爷 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在里面 这边请 这边请 康祖管 您请 麻烦您了 快奏乐呀 你说吧 下一步怎么干 我的身份 不会有人怀疑吧 我看不会 好 那咱们就这面放儿 那面张网 嫌诱出保龙号 让江云耀上钩 再把Dog 这条大鱼引过来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听说江振长儿子 取的是林会长的前提 还把西方建在了 中家的保龙号后院 宴席呀 在进宫所外 咱们试试 来 来 恭喜 咱们试试 真热闹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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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 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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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板 恭喜 恭喜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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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特决业到 决业 您能亲临 荣幸之志啊 恭喜啊 行行行 里边请 决业大驾光临 我姜某三生有幸啊 来 决业请啊 行 姜阵长 阵长 你们这里很风光啊 城虽不大 但御师之都蛮有特色的 特别是玩赌食 类似赌博很有意思 我这人天生喜欢赌博 但是不喜欢把筹码完白万 什么 就是一点一点地投进去 你明白吗 决业 大手笔有气波 若需要我姜某效力地 尽管吩咐 好啊 决业 我听外界传言说 您想在小岳城找人合伙 开个玉石商行 这个忙我倒愿意帮 我听说啊 这里有个保龙号 是您的产业 而且在这里做头发交易 不不不不 这保龙号啊 它不算是我的 是我的那位亲家 新郎新娘到 来来来来 来 看看 哎呀 这新娘长得可真漂亮啊 是 来来来 翠萍啊 翠萍啊 来来来 快给爵爷敬酒 谢谢您爵爷 恭喜你啊 江太太 这杯酒 我来敬 多谢了 江少爷 我为你们的新婚之喜 带来一份博礼 布城金衣 你 绝爷 您能赏光 已是我们的荣耀 您还 太谢谢绝爷了 快收下 收下吧 这不算什么 江镇长 今后我在贵镇 还要仰仗镇长您呢 愿为下劳 愿为下劳 真的是你啊 阿顺 你站一站 他怎么出来了 火箭鬼 快撞他 你这个狼狼 快点 别动 阿顺 你怎么出来了 我求你先别哭来 我有话 你们这群混蛋 害死了我家老爷和太太 逼走了少爷 想想干了多少 伤体害理的事 今天已经大摩大摇 地搬起了喜事 阿顺爷爷给你们喝喜来了 阿顺你先别闹 你听我说 原来是你 来捣蛋的 我大喜的日子 岂能让你出了 你敢 江云药 你听着 我们家少爷不会死 就是死了还有亡 中甲不会亡 你欠的这笔学债 你阿顺爷爷就是找你和林卿打算账来了 阿顺啊 你等我 黑儿子办完了喜事 我再好好给你治治病 再走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好热闹的婚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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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阵长 这两位客人怎么不请进来参加婚礼啊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亲家 林会长 林会长 您好 正是 您怎么站在外面不进来呢 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江阵长 你可不知道啊 前几天我想拜会林会长 却吃了他的闭门羹 没想到今天在这种场合上得以相见啊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 是啊是啊 亲家 那咱们就趁家的绝业有雅兴 陪他喝上几杯 你就赏个光吧 来啊 把这个疯子先拖走 等等 这个人我看着好面熟啊 家的绝业 他一直在想月城啊 您怎么会见过他 他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阿康 你还记得吗 我曾跟你说过 我以前有个朋友 为我死过一回 我记得 爵野 您的朋友 我怎么会忘记呢 这个人长得好像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阿顺 他是一个疯子 疯子 大家也许不知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跟他很像的朋友 那时家父已经腰缠万贯了 我整天想的就是花草啊 漂亮的姑娘 永人的梦想 后来因为我朋友的一句话 改变了我的生活 他说死水经不住嫖咬 再说了 疯子 在这个世界上 谁敢担保自己不是疯子 即使不是也不敢担保 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有一天早晨起来 自己就变成了疯子 因为这个世界诱惑太多 当心灵抵御不住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疯了 诸位 你们知道吗 我加德布莱特伯爵 也是一个疯子 高论 高论哪 加德绝 他是个疯子 您若对他有兴趣 随您意 随您 多谢 没完 一蓝 亲家 多多海涵哪 进去喝一杯吧 客气 康总管 您看绝爷怎么走了 是不是请您 告辞 好说好说 黎会长 绝爷吩咐 今晚请您共进晚餐 您看 对不起 康总管 烦请转告你家绝爷 我还有事再说吧 好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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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是他的那双眼睛 他的不光 他的样子都变了 但他看我的眼神 那种神态 却永远都不会变 老爹 老爹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你怎么办 阿顺 阿顺 真的是你吗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少爷 再打他家业 死水经不住嫖咬啊 少爷 我顺利 我顺利 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醉瓶 实在想开保龙号 不如请我父亲出面帮着 这么大个摊子 咱们能玩得转 你看 我就是不想让它沾边 咱俩才要事先商量商量 翠平 你非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啊 不 我就是想让这棵树重新活起来 像以前一样 枝繁叶茂 爵爷 这是保龙号的契约 请您过目 想必具体的细节 康总管已经向您禀明了 只要有我将人要在 一切都好办 不是说保龙号 早就卖给一个洋人了吗 怎么现在 是这样 自从钟老板出了事 我这心里着急呀 保龙号 是我们这玉石行的龙头老大 怎么能落到洋人手里 当然了 爵爷 毕竟还是我们华人 非同一族 我曾为这出面 给那洋人使了个障眼法 就先以官府名义 把保龙号 才实封存了 看来江镇长 还是满怀爱国爱民之心的人 爵爷过奖过奖 不过 怎么了 商人啊 就是贪心 保龙号这块肥肉一充公 玉石商们就都有了异心 就说林会长吧 他就找我来了 你也堂堂一阵之掌 怎么会被这些玉石商人 还不是为了儿子 当初啊 他被林会长的女儿翠萍 把心给勾走了 李会长就趁机起义 非要把保龙号 归在他的名下 要不 就不让他姑娘嫁过来 所以就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太难为你了 江支掌 是啊 按理说 我是政府的官员 应当本着一颗公心 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看着那时他为翠萍 是天天茶不思饭不详 熏死觅活的 我这堂爹的 心里真着急啊 可怜我这孩子 从小就没了吧 那 你的意思是 现在想让我把这个保龙号 从林会长的手中 给夺回来 不不不 又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两个孩子吗 决言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说 这人活着一辈子 是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子孙后代吗 只要能满足了儿子的心愿 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 我也没二话可讲啊 何况是这么一个保龙号呢 阿康 你听听 江镇长的话 说得多么感人哪 是啊 决言 就为了你这一番话 你的请求 我答应了 决言 你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请讲 请讲 就是按你和我的总管说的 重开保龙号的股金由我来出 但是按照我们在海外的规矩 我们的股份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一 就是说 我要控股 那当然 那当然 那太好了 重开保龙号的日期 就由你来定 告辞 告辞 在这儿请您签字 不 爸爸 您别签 请罢 莱尔克先生 如果您不签的话 您肯料持官司 等待着您的僵尸破长河监狱 到时候 您的罗席怎么办 告达 我想想 不 爸爸 缓缓再说吧 还犹豫什么 您要考虑好后果 别说了 我 我签 你 太好了 这是明直之觉 遭盖这样了 好嘞 我取办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谍决言 这个菜我替你借了 翠平 你先别 家谍决言 这契约应属于你 你应该自己保观 翠平 你 你让开 决言 这保龙号控股的是大股东 您掌握其约理所当然 翠平 你这是怎么说 您还做梦呢 这保龙号重开了 还是属于钟家的 怎么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一天终于被我看到了 我的计划实现了 太太 那个绝也就是润玉 什么 真的是他 杨爵爷 林会长 是他 我不会看错 我从小就伺候他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真正被你送到 生不如死田地的是你的女儿 他用自己的眼泪 替你和江云药洗掉了 站在保龙号金字招牌上的 那块血污 而他却要在 无休无止的泪水中 与一个魔鬼的儿子相伴 你 你是谁 是一个被人世间恩怨善恶 扯断了神经的疯子 我是一个疯子 润玉呀 少爷 你错怪了林会长 错怪了他们一家人 你知道不 他们为了等你回来 受了多少苦 你知道不 翠萍为什么要答应 江云兰的亲事 你知道不 这一家人的命 又是谁救下来的吗 就是江云兰 任玉 我孤明的孩子 这就是命啊 这就是你跟翠萍的命啊 翠萍的吗 任玉 欺骗 从咱们俩认识的那天起 我就敢说 咱们俩谁对谁 都没说过一句真话 冲开来保龙号你想独吞 你太贪心了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既想占有保龙号 又想夺矿山 盼得无厌 如果你不把我该得的交给我 你再也别想走出这个家门了 来人 不许诺 不许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了 下去了 送客 帮我 刘昌 保龙 有清 不断吧 我们 总算可以宣押放手了 走了 义兰儿 你听我说 啊 江少爷 我正等你呢 你找我干什么 不是找我爸又去害人吗 你也跟我对着干 给我抓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丹娘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他 咱们走 崔平他妈 爸 崔平他妈 太太 崔平他妈 太太 快 快 快去找任余 救 义兰 家大军爷 江镇长 你找我 军爷 我有急事来求你 巧了 我也正想找你呢 咱们坐下谈 情况紧急军爷 我儿子义兰 被丹尼尔当票了 丹尼尔 就是他 就是那个企图燃指宝龙号的 对 对 就是他 他 为什么呢 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军爷啊 五十万 这笔书金 我也只有您才能拿出来 江镇长 借钱 你可真是找对人了 只要您先能帮我救回儿子 以后您需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您 我要人的良心 你有吗 军爷 江云药 我告诉你 你没有 当你眼看着要失去亲人 而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心里不吃滋味了 江镇长 可有体会了 还有 刚才你许了愿 如果我这次帮你 救回儿子 你可将保龙号权归我了 能吗 是 是 能 我一定 一定 那么你要怎么去做呢 不会是再利用洋人 弄一块假石头 像当初坑海钟老板一样 做好圈套 心客之间 就让他 驾破人亡吧 你 你说什么 然后 再把所有至今的人 都赶尽杀绝 斩草除根 永除后患吧 到那时 你还可以靠着保龙号 再发行财吧 你 你 你是 可你想没想到 你费尽心机干的 这些罪恶勾当 不但伤害了那么多人的性命 毁掉了他们的骨肉亲情 可到最后落进王力来的 却偏偏是你的亲生骨肉 你可能更没有想到 天理昭昭 真正到了你在劫难逃 罪有应得的时候 还是在这儿 保龙号 这个你贪婪邪欲的原罪之地 站在你面前的 正是你的源头寨主 你是谁 我是谁 江云耀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我了吗 你是忠 这不可能的 忠仁瑜也早已经死了 江云耀 被你伤害的好人太多了 被你逼死的冤魂也太惨了 今天我要扒下你的人皮 挖出你的黑心 还世间一个公道 江云耀 你跪下 我有枪 我打死你 江云耀 你还恐 你以为一把枪 就能吓倒我吗 不 还虚张声势 有胆量 就开枪啊 你知道 为什么你的手会发抖吗 我告诉你 因为你的手上沾满了血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江云耀 我再告诉你 你好好 看看这保龙耀吧 当年是他的繁荣与兴旺 又发出了你心里的贪欲和罪恶 今天 在你淫威下幸存的人们 还有那些 在天上哭泣的冤魂 他们都来齐了 心里的恶魔先行吧 不 不 他们全都死了 都死了 你是鬼吧 全是鬼啊 鬼啊 你们都死了 你们都是鬼啊 鬼啊 全是鬼啊 别跟着我 来人哪 有鬼啊 鬼啊 我会给你们钱的 别跟着我 我给你们钱啊 别跟着 别跟着我呀 我给你们钱 别跟着我呀 我给你们钱 我给你们钱 雷尔克先生 我回来了 雷尔克先生 人子 你还敢回来 你先回去吧 这是为什么啊 为你在小月城 犯下的罪恶 你这个魔鬼去死吧 爸爸 爸爸 出什么事了 我已杀了他 这个骗子 他害死了 天哪 爸爸你杀了他 又骗走了我们的矿山 爸爸 听我说 矿山一不重要 我们特意没有矿山 当我们特意没有钱 当我不能没有你 不许动 不许动 是你 延兰 我这里准备了一些衣服和吃的 在路上用得着 你和阿顺互相照顾 里面还有些药 拿上吧 不用了 没事儿的 我就穿这身 做个纪念 军爷 不 润玉 大哥 那我就 衷心感谢 各位赶过来救我 我大恩就不言谢了啊 要是有来生 我将一兰 搓土分香 跟你一劫金兰 好好跟你做回兄弟 这辈子 好了 告辞了 一兰 你要去哪儿 还能上哪儿去 我将一兰 现在是六根清净 四大皆空了 事到如今 我对这乱世红尘 也就无牵无挂了 无牵无挂了 一兰 你哪儿都憋屈 赶快回家 翠平在家里等你呢 我相信你 只要凭着你这股品性 堂堂正正地做人 翠平会和你 相依相守地过好一生呢 阿顺 阿顺 少爷 一路要保护好义兰 安全抵达 放心吧 少爷 拉罕哥 玛丽姐 你们保重 父亲 母亲 大仇已报 你们的在天之灵 可以安息了 今后我该何去何从 停下 停下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先生 谢谢你 再见 我的上帝 驾 请等一下 先生 我去哪儿呢 我来帮你 胡忠平 真的很처를 我来帮你 比你帮你 到天之后 敬人 可 涮事 他把神态 我来帮你 不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